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烧纸钱的由来其实是造纸英雄蔡伦他的行销伎俩 为了他想多卖一些纸 他的一种推销手法而已 不过看于专家倒是坚持了 说纸钱是人鬼神的供养默契 半点也马虎不得 苦度拜拜求平安 烧挂金烧福金 我们相信好兄弟会把钱装得口袋满满一路好走 把我顺利赚大钱 以中原节当背景进军国际影展 台湾动画电影《魔法阿嬷》说 好兄弟是吃贡品的 其实对我平常在看到的人来讲的话 没有所谓的农历契约 因为每天都一样 没所谓鬼门开 鬼门关 台湾社会这样养成这些无形众生的一个习惯 就是好像到农历七月他可以为所欲为 虽然电影里孤魂野鬼吃得津津有味 但是拥有阴阳眼的棒球女裁判 就他看到的写在书里头 里头说他看到的不是这样 好兄弟其实吃的是灰烬 我看到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他们的食物 他们很想要他们你去烧这个东西 烧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会很想要去吃很想要去靠近 很想要借此获得能量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想要的这种一个欲望 放开 放开 就像是有些人会沉溺于 譬如说毒品啊 有些人会沉溺于大吃大喝一样 这只是一种获取 但是你结束之后你还是很空虚 烧了很多的精子给他来保佑我们生女什么 保佑健康身体 我很遗憾的 他今天走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通常都是比较低层次的人 他连自己都顾不好了 真的很难说再去保佑帮助其他人 不要惹祸就好了 那反而值钱存在目的是什么 值钱存在目的 我想应该是告慰活人吧 安慰活人吧 就是你总是要为过往的人 或者是亲人 或者是甚至于是说 不认识的这些无形众生 一种发心吧 一种慈善吧 也就是说 共桌上的钱 对好兄弟来说就只是纸 没有太大意义 烧过之后的灰烬 才是他们喜爱的美味 索菲亚甚至认为这些低等灵体 我们所谓的好兄弟 根本没有饱的一天 供养了一时 你不能满足他一事 牧连救母的故事一样 就是说那些恶鬼的话 这些无形众生 他们就只是为了想要而想要 为了想吃而想吃 那已经是一个被欲望控制的一个状态 什么菩萨 比较高点的灵 他们可能想要供养的可能就是 一个鲜花供养是最好的 他不需要这些什么荤食 食物 甚至于是纸钱 说的也有道理 神如果是无所不能 哪需要我们供养 我们大费周章把纸钱分门别类 金纸 银纸 神用的 鬼用的 对他们来说根本只是多余 他们要的是烧纸的味道和黑妈妈的灰 在我们民间尤其台湾现在 文史工作者杨连福也是卢州永连寺顾问 他特别考究了纸钱的由来 原来纸钱不但不是钱 更是造纸数发明人汉朝蔡伦撒下的漫天大谎 他们挑战的是一个困扰了人们数千年的世界性难题 这其中必然会经历无数的失败 曲折和艰辛 看到这个纸觉得这个到底有什么稀奇 整个蔡伦所发明的纸 滞销卖不出去 那蔡伦就想 我这个伟大的发明怎么去推销出去 有一天他就跟他太太两个商量 蔡伦去假装炸死 然后妻子就装着哭哭啼啼的 我们蔡伦死掉了这怎么办 可是我们有发明了一种纸 那太太就跟他讲说 这个是要买通仙界跟阴界的这个鬼神 可以让蔡伦七天内复活 后来历史考证蔡伦是为宦官 结果故事大转弯 炸死的是他哥哥 这才知道千百年来我们深信不疑 老天爷好兄弟要咱们烧金纸银纸 才能换平安保佑 其实是最古早的高级行销手法 还有另一个典故 当年唐太宗打下大唐半壁江山 杀人无数 玄武门政变又杀了哥哥关了巴拿 但是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 一日昏迷被牛头埋面拖入地狱 看到战场枉死军魂 苦不堪言无以为继 想起当年魏征耳提面命 皇上你以前有一个好朋友 也是你的官员 姓崔的判官 现在在阎罗王那边当判官 他很正直 我写一张信 你如果去地府他 把他押去找他 来者可是历史民 你是哪位 你要干什么 把盈督找他判官吹绝 快速吧 那这个吹信判官就带着李世民 从第一店一直到第十店来看见 然后每一个人谁做的什么好事坏事 那每一官他都要发纸钱 发一些货币 来打通这些阴间的这些狱卒 或者小鬼或者一些受难的一些苦 回到阳间唐太宗广办法会 库斯地府钱币形象 请法师设计纸钱来焚烧 君王之礼等于是照告天下 从此风行草眼百姓学着做 希望先人在地府也有钞票好过日子 神跟我们人同样 鬼跟我们人同样 他钱也不能够收 你收好鱼是该收好鱼的这些钱 他才能收 不然收起来 会叫地府来关起来 叫天庭来盖 在台湾的这个习俗里面 大概主要有可以分成三种 第一个就是主要的金子 那金子就是烧给阳间的神仙 这垃圆他是要去申请 要去让天庭地府认同 就是说他当这个就是代表他的字号 对啊 不是说这些是烧给神的吗 这是我们应该讲说 这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关这人真是笑 对吧 这是人甘贵女生平座的N呢 环保问题一直是反对 纸钱最大的疑虑 看得到的索菲亚更是说得明白 烧纸钱是低等灵体的最爱 烧越多 她来得越多 他不跟你讲仁义道德的 他们很自私啊 他只要我获得就好 我满足就好 所以今天你人类自以为说 你可以跟看不到的这些无形众生谈条件 比如说我供养你怎样怎样 然后你要怎样怎样 那请问他不讲道理的时候呢 算一算 之前演变千百年 分门别类上百种 也是台湾最深层的庶民文化 宗教图腾艺术和敬天法祖的精神 要不要烧 该烧多少 官自在我心 自有答案 这些无形众生谈判 分不过 感谢观看